儿子 近日虎劳关前 八路诸侯大战旅步 获胜而归 盟主 命我等进兵四水关 你们以为如何 你怎么回事 主公 前日受挫又折了祖帽 元气大伤 牧下不亦禁兵 主公 那袁术总督十八路粮草 既贤度能不乏粮草于我 主公何必为袁氏效命 这 程补韩 在 将许元树营中一行 遵命 此事小心提防 正是 公路 我与那董卓本无仇戏 竟我奋不顾身 亲茂生命之位来决死战 尚为国家讨贼 下为将军家门之司 而将军却听信禅言不发粮草 致使我败于华雄 将军于心何安 正是此人献祝不发粮草 将军 也不仅是小人之意还敢抵赖 左右 在 拉出去 砍了 饶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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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听小人之言 还请主公原谅 袁将军既杀此人误解之口解开 今后要齐心协力 不可再生意念 文台所言极是 孙将军 寨中有事请你速回 如此孙坚告辞 文台 请 李爵拜见孙将军 你 李爵拜见孙将军 奉丞相之命而来 董卓派你来何事 丞相所敬者为将军儿 今特使我来结亲 结亲 丞相有个女儿 欲配将军之子 住口 董卓洞 军卓逆天无道 欺凌王室 我恨不能一齐九族一谢天下 安肯与逆贼接亲 将军 将军 这 滚 你给我滚 回去告诉老贼速速现关 滚 早早现关 饶尔性命 倘若迟雾 粉身碎虎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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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 在库井里发现一个人 主公 井里发现一人 去看看 是 拿上来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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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公 恭喜你了 这是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 主公 昔日便何于金山之下见凤凰期于时尚 便以此时进献楚文王 楚文王使人解之 果然得玉 是称何氏之弊 其后秦始皇令梁公酌成玉玺 李斯又转此八字于其上 秦始皇寻守至洞庭湖 风浪大作周传玉覆 集头此玉玺于湖中 啊 风浪乃止 到了八年后 始皇寻守至华音 有人于路旁献上此玺 于是此玉玺又复归于秦 第二年秦始皇驾崩 其孙子英后来将玉玺陷于汉高祖 最成为传国玉玺 主公 此处不可久留 应速回江东别吐大事 你言正好我意 明日便告病此归 是 见偶然小鸡 欲归长沙 特来告辞 你得的是传国欲喜之病吧 何出此言呢 我等兴兵讨贼 为国除害 欲喜乃朝廷之宝 功绩得之 就应当众留于盟主处 在诛灭董卓后复归朝廷 我等你 今日你欲逆之而去 意欲何为 这玉玺总会在我手中 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 我本无此物 何必如此相逼 快快交出 以免失货 皇天在上 我若果得此宝 私自藏匿 一日不得善终 死于弓箭之下 文台 此发誓想必乌有欲喜 打捞之时 可有此人 你欺我太阵 爸 爸